好,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进入我们几率统计的几率部分 那几率部分,上次我们看过内容就是简介的部分 我们说几率呢,是从参数,然后呢,你可以产生 推论到母体,然后产生样本 基本上从母体产生样本的部分 这部分比较偏向几率 那如果从统计量再推到母体的部分 这比较偏向于统计 那在几率的数学上面有一些正式的定义 那了解这些正式的定义呢 对各位在后面有一些概念啊,理解啊,陈述啊,推论啊,证明啊 上面会有帮助 那另外几率有一些模型,很常见的模型 那这些模型对后面的理解也会帮助很大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样本空间事件 几率怎么样诠释,几率有什么功力 然后模型,条件几率,独立事件,背试定理,条件独立这些概念 那后面我们会用一个牙疼的诊断当范例 那样本空间,在几率里面一开始就定义了所谓的样本空间 那也就是说你所有样本可能来自的那个最大的集合 只要它有可能出现,你就应该把它放在样本空间里面 那以头头版而言,那如果你的样本空间 通常我们是正面和反面 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说 有可能会不是正面不是反面而是站起来 那你就会有样本空间的集合应该就会有三个 正面反面还有站起来 那如果是骰子的话通常是六个面 那如果你是赌神的话可能会说 OK,它刚好骰子立起来了 既不是一也不是二那种状况 那再来 事件呢 它其实是样本空间的一个子集合 那所以如果你某一个样本 它落在这一个子集合里面 那我们就说这个样本符合这个事件 所以以A而言 我们通常用A啊 A等于E35来代表 因为它是一个骰子一到六点的子集合 所以我们就会写P of A等于P of E35 那这外面用个大括号代表集合 再来 那几率到底怎么 它的值是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投同板 那我说正面反面的几率各是二分之一 我怎么知道是二分之一 为什么不是三分之二 另外一个三分之一 为什么一定要是二分之一 那如果今天我投骰子 为什么每一面一定要是六分之一 搞不好那个骰子是贯迁的啊 OK 每一面是六分之一 是什么道理 我们是假设它是平均出现的 但是有很多东西不会是平均出现的 可是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之下 这种假设是合理的 但是一旦你有任有些线索 比如说你就知道说这个骰子是贯迁的 你就不应该再假设它是六分之一 但是就算告诉你贯迁 然后呢你不知道到底每一面的几率是多少 那你怎么办 你一开始还是只能假设六分之一啊 否则的话就算告诉你贯迁 你也不知道哪一面是出现几率比较高的 这时候我可以做实验 我投一千次可能就会知道说 OK哪一面几率可能比较高 OK 好那几率的诠释方式通常 第一个就是我说它多少就多少 那这是个人的方式 这一点都不科学 好 第二个相对频率的方式 就是P of A等于N分之F 那F是事件A出现的次数 那这个是基于实验的次数而定 那另外一个是古典方式 那NA如果代表事件A的可能出现次数 那NS代表实验进行次数的话 那它把实验的可能出向假定为等可能的情况 就会变成这个公式 OK这两个其实很像 这两个其实很像 那但是在数学意义上它有一点不一样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很多数学上面 我们都可以从公里开始建构一个数学体系 那几率统计也是 特别是几率也是有公里的 那几率的公里呢 基本上有一个很著名的三条的公里的体系 那这个就是这三条公里 第一个PS等于1 S是指样本空间 Sample Space 所以PS等于1的意思是什么呢 整个样本空间的几率是1 也就是说你没有任何样本会落在样本空间之外 OK 第二个P of A大于等于0 任何一个事件A它的几率一定是大于等于0 不可能说有一个几率是负值 就是说我今天头骰子 出现一点的几率是负0.1 这是不合理 所以一定是正词或者是0 那第三个 两个事件的集合的几率是两个相加 这是有条件 是这两个事件没有交集 这两个事件没有交集的情况之下呢 两个事件集合的几率 连几的几率是相加 那在这里呢 三个公里我们刚刚解释过 那透过这些公里 其实我们可以证明一些定理 虽然只有短短的三条公里 我们可以证明一些定理 那这些定理呢 怎么证明 这后面其实我们有给答案 但是我建议各位试试看自己证明 我怎么从这三个公里 推出P of 空集合等于0 先看第一条 从上面的三个公里 推出P of 空集合等于0 我要怎么证明 找一位同学上来 那就先不请每一个同学作答了 因为我们后面其实已经给了答案 但是我们找一位同学上来 请你当场试着证明这件事 那我先把三个公里写上去 那我先找一位同学 请你来证明一下 这个定理1 P of 空集合等于0 那怎么证明呢 必须要利用上面的这三个公里 再加上一些你已知的数学事实 比如说集合论里面的联集交集法则 OK 那刚刚是邱一号同学 好 来试着来做做看 根据这三条公里 你应该可以证明P of 空集合等于0 来上来黑板上写写看 就是这个写写 没有关系 或是坏机 这些就不关系 那么就会儿忘了 来上去 不双试 啊 我讲到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凡是如表示的这不集合论的事实 只是你要讲清楚这集合论的那一条事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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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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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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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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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わ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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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わり 終わ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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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很好,有遵循的方向,那沒有它會怎麼樣? 就是各說各話 沒有它就各說各話了,OK,很好 那,數學為什麼不容許各說各話? 就是沒有辦法去探討一個問題 就沒有辦法探討一個問題,就是 政治上我們看到很多人都各說各話,但是他們每天都在探討一個問題,對不對? 哈哈哈哈 可是不是只有台灣的政治是這樣,全世界的政治是這樣 那 那 那為什麼數學上面就不能容許各說各話? 好 太棒了,太棒了,那個答案我喜歡 對,因為數學要講求精準精確 OK,如果大家所站的例子也不一樣 那 最後出來 你說A是對的,他說A是錯的 沒有任何的可檢查,他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 那 這時候 數學變成正式的結果 你可能想對這個世界會對你怎麼樣 OK,張藝堂 花了幾年啊 幾年啊 幾年,幾幾年的時間 就為了證明 那麼一個 一個 那個叫什麼定義? 張藝堂 來看一下 是哪個藝啊? 這個嗎? 堂是哪個堂啊? 好像是這個 好像是這個 對,沒錯 這個人一戰成名 對不對 為什麼一戰成名啊? 各位可能覺得 哇,數學家 這些 很有名的數學家 好像都很強大的樣子 然後呢,他應該一輩子都是 一般風順 然後人生的勝利組 但是事實上 大部分的數學家都不是最愛好 來 這個 張藝堂 最近 證明了什麼呢? 證明了 植樹間的距離 對無窮多的植樹都小於7000萬 破解 嵐生 植樹猜想的千古難題錯 其實他還沒破解 因為嵐生植樹猜想是 是 是 比7000萬更小 他到底是幾 好像是 這樣 得要再看一下 嵐生植樹猜想 好,嵐生素素猜想 OK 好,這個有點扯遠 什麼叫嵐生素素呢? 嵐生植樹 就是指相差2的指數 對 也就是說 一直到無窮大還有相差2的指數 對嗎? 但是張藝堂沒有證明到這裡 他只證明了7000萬以下是對的 他沒有證明到20噸 他只證明到7000萬以下是對的 但是因為這一個證明 就被數學界認為是一個非常偉大的貢獻 所以突然之間呢 他從一個在麥當勞 得來樹 打工 的人 當然不只啦 他本來花了好多年在麥當勞的得來樹 打工 然後呢 後來碰到一個人 就是一個學校的主任 他認為 原來張藝堂還蠻厲害的 所以就讓他可以去學校上課 然後他還是繼續 不管在打工還是在學校上課 他其實有博士學位 入學博士 但是不管在打工還是在學校上課 他其實都一直在解這樣的書寫題 然後 前一陣子他解出來之後呢 投了一篇論文 不然之間 大陸的中科院 台灣的中研院 通通都請他變成院士 就這樣 軟生素素 兼具 在無窮大的時候 可以找到小於七千萬的軟生素素 小於七千萬間鋸的軟生素素 但是這個人 他其實是 怎麼講 就是 一個 一個 混得很不好的 但是 他還能夠堅持在這個數學上 其實是不容易的 做數學一個問題是 大家要覺得你會有事 對 好 那剛剛同學提到了 要有一個基準 要有一個基準 那這裡就有問題了 那為什麼基準是他 而不是別的 好 所以我們基準是用這三個 有一定嗎 好 那如果不是一定的話 那一個好的基準 公理 來具備什麼樣的特性 好 剛剛那個唐四仁 同學這個 我覺得他的回答很棒 好 那就用讚吧 好 再來陳柏傑同學 有來嗎 好 一個數學公理系統 你覺得他 什麼樣子的 公理系統 會比較好 什麼樣子會是不好的 所以大多數人認可的不好 那問題是大家認可的標準 就是說 今天我找一個賣豬肉的 還是賣菜的 然後他們兩個都認可我的公理系統 那我覺得 他 我的數學公理系統 就是好的嗎 那 到底 可以大多數人認可 是什麼樣子的條件 如果說 OK 我今天 呃 呃 呃 偉大的 偉大的 證據理就有說 誒 這個公理系統很好 然後呢 所以他的 左下全部都 都 都 在價錢就說 哇 這個公理系統超好 那 他就是一個好的公理系統 那 他會不會是國王的自己啊 除了被多數人認可以外呢 他有沒有什麼樣的標準 他有沒有什麼樣子的標準 或者是 美學 想到美學就有點奇怪 就是 聘學得到美學生氣 他有沒有什麼樣子的標準 他有什麼樣子的標準 他有什麼樣子的標準 那 真是 什麼樣子的標準 那 那 這個公理系統 好不好 第二個 那個公理系統 有沒有 麻煩 如果 你有麻煩的公理系統 這不好 因為他 一次有麻煩 你的公理系統 他可以證明更能力 覺得所有東西都會對 沒有錯 你也可以證明 所有東西都會對 但是有矛盾你就可以证明所有东西都一错 那一旦有矛盾的东西系统 可以证明所有东西都一错 那这个数学要来看 所以数学的矛盾系统 标准的第一个要欠就是矛盾 这边写矛盾 国际导写的矛盾 没有那边的矛盾 难怪我写起来怪怪 无矛盾 矛盾都应该知道了 就是有中国的矛盾 矛盾就写矛盾 但是除了无矛盾以外 它有什么样的法则 或机器 你要创造需要公理系统好不好 另外一个是 这个公理系统的经济是第一个 你可以用三条 你这个应该用机器 如果你今天可以用三条 这个应该的表达 那会比较为一条公理 或比较为一条公理 那数学在经济系统上面 有它的每一条公理 当然不见得最短的一定最短 但是在一个上次 就是最短的 通常是最短的 OK 所以以刚刚的例子而言 OK 陈伯泉同学有回答 但是 也不错 但是 目前还不到占的程度 不过没有缺席 就是一件好事 来 再来 回过头来看一下 你这三个公理系统 公理它可以用来证明 证明下面的这些 像它后面已经证明了一个 DF空集合为什么等于0 因为根据公理3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DF A连级B等于DF A加DF B 你只要这两个的交集是空集合就行 那S交集空集合是空集合 对 所以 符合 然后所以 DF S等于1 这是公理1 DF S连级空集合 就等于这个 这是集合论和刚刚的公理3 合起来的 所以 DF S等于1 把起来这里 DF S 就等于DF S连级空集合 就等于DF S加DF空集合 那到这里呢 看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一项一项 所以DF空集合就等于B-DF S 就等于B-DF S等于B-DF S 这里可以这么做 下面还有两名 各位可以看看 DF A' A'就是指A的普及 在这里我写的是A的普及 那也就是A和A的普及连级 就是整个样子空间 A和A的普及的交集 就是空间 它没有任何交集 那怎么样证明B of A A1连级A2等于B-A1加A2 剪掉B-A1交集A2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根据上述的公理 你也可以耗用 只要把它清楚地分开就可以了 所以最后B-A1连级A2等B-A1交集A2 剪掉B-A1交集A2 那这是公理系统出发的一些证明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还会再继续来看 比较不属于公理等一些比较实际的例子 好 那么 一会儿